核弹的原理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为什么不怕有人私下至丧 人类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 如果你对人类文明史有所了解的话 你就会发现 人类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战争史 从古至今 人类内部的大小战争 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停止过 而战争离不开各种武器的使用 原始文明时代的战争 人们使用的是木棒和石器 后来有了铁器 再后来我国发明了火药 自从火药诞生之后 战争的模式也在不断地升级 对于冷兵器来说 火药制造的武器无疑是非常强大的 那个时候 哪一个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火药制造技术 那么在战争中将占据绝对有利的优势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 火药制造的武器 也不再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原子弹的爆炸 让我们重新认识了 什么是可怕的毁灭性武器 原子弹跟火药类武器 完全是两种类别的武器 它们在威力上完全没有可比性 上个世纪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美国直接给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就让日本只能乖乖无条件投降 可见原子弹的威力有多么的可怕 正是看到了这种镇国神器 二战之后 很多的国家都开始研究原子弹 如今的原子弹威力 已经跟最初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那么制造原子弹的科学理论容易得到吗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你去网上搜索 有关原子弹的一些原理 或者是制造过程 很容易就能够得到 而原子弹的相关科学理论 其实在科学圈里面根本不是秘密 原子弹的科学原理如此容易得到 于是我们不免有一个担心 那就是怕有人私下制造 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机 那么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原子弹通过了解原理和制造方法 就能够轻易制造出来 那么原子弹的相关理论 也不会成为大众的知识 即使是你现在去问一个高中生 甚至是一些比较优秀的初中生 他们都能够给你普及原子弹的相关理论 由此可见 原子弹包含的各种科学理论 并不是什么秘密 既然不怕这些理论成为普遍的知识 那么说明原子弹的制造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原子弹的理论 是起源于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E等于MC方 相信对于这个方程式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它实现了质量和能量的统一 质量的损失 会以能量的形式释放出来 原子弹的核心理论就是如此 通过原子在爆炸的过程中 损失的质量以及能量的形式释放出来 从而产生了毁天灭地的威力 根据这个公式 我们知道 每损失1000克的质量 就能够释放出相当于100亿吨的TNT炸药 释放出来的威力 现在我们知道了原子弹的原理 那么能够将它制造出来吗 很明显是不可能的 原子弹损失的质量 来源于原子核的裂变或者是聚变 可是 原子核是非常稳定的 想要让它损失质量释放出能量 需要非常高的技术 原子弹的原理 在爱因斯坦提出智能方程式之后 就不再是什么秘密 当时 世界上有不少的国家都想根据这个原理制造出原子弹 可为什么最后只有美国成功了 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可不是美国 而是德国 德国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 比如量子力学的电器人之一海森堡 他负责德国的原子弹项目 除了海森堡之外 德国在当时还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 比如普朗克 波恩 哈恩等 可就是如此强大的德国 聚集了如此多的优秀科学家 也没有制造出原子弹 当时的英国和法国 也同样加入了原子弹的研制项目中 负责人都是当时科学界的大牛 即使如此 最后他们都发现 以本国的力量 无法制造出原子弹 最后 选择跟美国联手 集多国之力才最终让原子弹现世 那么 为什么原子弹的制造如此之难呢 主要是在原材料上 任何武器的制造研发都离不开材料 火药类武器需要用到火药这种原料 而原子弹需要的原料则是油235 这是一种放射性元素 它在地球的储量是非常少的 油235需要在油矿中提取 而天然油当中的同位素235的风度 仅仅只有0.72% 而制造原子弹则需要油含量达到90%以上 要实现这个纯度 我们就需要对油矿进行提取 这一点跟我们从金矿中提取黄金是一样的道理 可是 想要从油矿中提取油元素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主要方法有电磁分离 气体扩散和热扩散三种 这几个技术的原理同样也不是什么秘密 同时 原子弹还需要布239来做原料 要获取布239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 当时很多的国家都知道 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具体的制造方法 可就是受限于材料而无法成功 即使是现在 原子弹原理 我们基本都能够说一个1234 可仅有这些原理 没有材料仍然不可能成功 制造原子弹真正难的是原材料的获取 只要有了100公斤 纯度99%的油235 一个普通的机械厂 都能够制造出核爆炸装置 这就相当于我们蒸馒头 蒸馒头的技术 你在网上随便一搜就可以得到 可是 不给你白面 你再有技术 也做不出来馒头 由此可见 任何一个技术 想要应用到实际当中 理论知识是一方面 还需要其他方面 能够跟得上才行 进入21世纪 人类的科技是日新月异 跟上个世纪相比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你就会发现 21世纪的这些科技 它们背后的基础原理 基本都是来源于上个世纪 伟大科学家提出的那些基础理论 没有那些基础理论 21世纪的科技 不可能实现一次次飞跃 从这一点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 基础科学理论的重要性 虽然有了基础理论 不一定能够让它变成 现实的科技产品 但是没有它 任何科技都不可能实现 人类目前探索宇宙 受限于速度 无法真正地实现星际航行 核心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新的 有关速度的伟大基础理论出现 科学家猜想的空间跳跃 虚率航行 虫动穿越等 都可以让人类实现星际航行 可是我们如何将这些猜想的理论 变成有公式的基础理论 却是人类目前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科学家非常想跟外星文明 接触的一个原因 如果人类能够跟一个星际文明 接触交流 那么在星际文明看来 烂大街非常落后的科学理论 在人类世界里 有可能就是超前的科学 例如 区率航行需要的基础理论 在人类这里 我们完全不知道如何实现 可是 在星际文明那里 可能就是网上 可以随便搜索到的东西 只要有了基础理论的直言 我们就有了研究探索的方向 正如原子弹的实现 正是因为有了爱因斯坦 智能方程式的直言 它才能够变成现实 成为人类目前最大的武器 而并且在任何章目的产品 速评论 好 优优优优独播放 大学生 速评论 将来 优优独播放